跟大家分享一个加盟店需要2万元的商用黑压技术 学的就是赚到,学会开店没问题 一般我们常做的压货有压薄、压角、压翅、压针等 这些原料基本都是冻品 买回来先解冻 用清水浸泡方式将水水泡出 然后清洗干净 捞出沥干水分 沥干水的压货要先经过腌制处理 因为压后的腥味是相当的大 这一部分很好的去腥 将压后放入盆中 倒入料酒 换一些姜片冲断 用手抓拌均匀 进行一小时腌制 在腌制的过程中 间隔10分钟 翻动一次 这样能有效的将腌料均匀分布 腌制好的压后前期需要进行一个组织 组织的目的是增加底味 与去除血腥味 更重要的是能让肉汁紧实 为后期处理打下基础 不锈钢桶一个 加入清水 清水的量估计要能盖锅压货 而且水中还需要放入食盐 用量为每斤水8克食盐 水开后放入腌制好压货到桶中 然后开大火进行组织 开始计时10分钟 10分钟后捞出压货 沥干水分 下一步进行压货表面风干 其目的是吃的时候 口感干香有嚼劲 而且风干后的压货在卤汁的时候 会吸入卤汁到肉里面 这样会更加的入味 等水沥得差不多的时候 将压货平铺到桌面上 压货之间不要重叠 乘风开状 用烘扇吹三个小时左右 有条件的也可以用风干机 让压货的表面乘风干状 接下来开始准备卤水 新規卤水前期需要熬制一个高糖 用到的材料有猪磅骨三斤 鸡架三斤 煎片八十克 将食材装入到不屑钢筒中 加入40斤清水 大火烧开 撇去浮沫转小火熬至三到四小时 最后捞出残渣不要 只保留高糖 将烤装锅秤 补够到40斤 卤货肯定是少不了卤料包 白纸40克 八角30克 甘草30克 槟榔25克 羊春沙20克 香沙仁20克 桂皮20克 炒果16克 热克15克 凉姜15克 丁香15克 党参12克 橙皮12克 白克10克 香茅草10克 香叶9克 碧拔8克 三奈8克 橙香8克 红扣8克 桂丁7克 丹皮7克 柠檬干5片 三黄皮7克 黄芝籽3克 木香5克 分别装入两个沙布袋中 竖井 接下来先炒一个糖色 准备冰糖200克 锅内放入约为40克的油 放入冰糖下锅 开火慢慢炒至 让冰糖炒成糖浆 颜色开始慢慢变成生活色即可 加入200克开水 熬煮半分钟 糖色就炒好了 打出备用 下面开始调制卤汤 准备朝天椒800克 红花椒500克 冰糖1500克 盐200克 味精800克 甜面酱500克 熟的色拉油1000克 凌草磨成粉60克 麦芽糖1500克 先煎备好了糖色 倒入到高汤桶中 放入冰糖大桶中 放入凌草粉 倒入色拉油 放入红花椒 放入干辣椒 放入食盐 倒入甜蜜酱 放入麦芽糖 将卤汤煮开转小火熬至两小时 在煮至到30分钟的时候 放入香料包 两小时后关火 放入味精 卤汤调制完成 下面就可以开始卤汁压货了 刺间卤汁时间为10分钟 压锁骨 压刺 压脚 卤汁时间为20分钟 压腿 卤汁时间为30分钟 压薄 压针 卤汁时间为40分钟 卤汁的方法是 先将卤汁时间长的先下锅 比如压薄40分钟 卤到20分钟的时候 就放入压脚 压尺 压锁骨 卤汁20分钟 总共卤汁时间就是40分钟 卤汁好后 卤筒端立活口 让鸭货在卤汤中 沁爆10分钟 然后将鸭货全部捞出 压货昏简出来 其余花椒辣椒换回卤汤中 花椒辣椒卤到第二次的时候 就捞出来不用了 压货冷却后 可以将卤汤上面的卤油打出来 刷到压货表面 一可以起到辐射的作用 二可以起到真相的作用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黑压的作法 喜欢的朋友帮忙点赞 关注转华 让更多的人学到 谢谢 下期再见